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安 感谢主 美好的事就在你打开圣经 每一次我在读这个《沙漠记》上 我就是信你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回响 那我们今天我们要读十六章十四节 十四节到二十三节 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 耶和的灵离开扫罗 有恶魔从耶和那里来扰乱他 扫罗的城府对他说 现在有恶魔从神那里来扰乱你 我们的主可以吩咐面前的城府 找一个善于弹琴的来 等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你身上的时候 使他用手弹琴你就好了 扫罗对城府说 你们可以为我找一个善于弹琴的 带到我这里来 其中有一个少年人说 我曾见柏利恒的一个儿子 善于弹琴 是大有勇敢的战士 说话何以容貌俊美 天华也与他同战 于是扫罗拆遣使者去见耶稀说 请你打发你放羊的儿子 大卫到我这里来 后来耶稀就拆大卫到扫罗那里去 最后一节说 大卫就有弹琴 当恶魔来临到扫罗身上的时候 大卫就拿起右手而弹了 扫罗便舒畅 舒畅场快 恶魔就离开他 那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这个扫罗 失去了神的祝福 结果是什么 就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 那为什么从耶和华那里 弟兄姐妹我们很不懂 怎么恶魔会在耶和华那里来呢 弟兄姐妹 我觉得今天我们已经知道 耶和乃那是天上的法庭 那么恶魔他来到天上的法庭 他要得到permit 他要得到神上的许可 那弟兄姐妹 恶魔什么地方可以 什么时候可以拿到许可 就是当我们被逆神的时候 当我们被逆神的时候 结果恶魔就临到他的身上 那昨天我们看见了 大卫受高之后 他没有完全 立刻就登居作王 但是甚至说耶和华的脸就大大的感动 大卫扫罗我们看见扫罗却完全相反 他被恶魔的搅扰 我想这就叫做什么死亡的交叉 是不是 大卫是耶和华的脸大大的感动 他充满他 那扫罗即便外面还是一个王 他拥有二十几万的军队 那不得了的不得了 但是他却被这个邪灵被鬼所搅扰 那弟兄姐妹结果是什么 我们看见圣经说 大卫家人日渐兴盛 而扫罗家人日渐衰尾 那求主恩戴 弟兄姐妹感谢神 圣经告诉我们 他说一人的路向黎明的光越照越明 直到日渐 所以感谢神 我们不是走扫罗王的道路 是越来越糟糕 其实世人不就是这样吗 一天比一天更糟糕 一年比一年更糟糕 那弟兄姐妹可是感谢神 我们走的是大卫的道路 弟兄姐妹别忘记 别忘记耶稣基督就是大卫的后裔 那你也看见 大卫在很多的地方 都是预表着基督的 预表基督 那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是主的人 我们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所走的路 一定是在蒙福蒙恩仇 蒙上帝祝福神 与我们同在的一条路 对弟兄姐妹 我们这次充满感谢神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 能够继续的走在神的道路里面 弟兄姐妹别忘记 主耶稣告诉我们很重要的话 祂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那这一切 您所需要的这一切 无论是家庭工作 或者是得获财的能力 撒地都会来祝福你们 那弟兄姐妹感谢主 这个追求的意思 就是把神的国放在你的生命当中的第一位 那结果是什么呢 神就会加给你 在你生活里面 不断不断的加给你 你的道路就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你的家会越来越兴盛 你的家会越来越和睦 越来越幸福 那你在之上上 上帝也会祝福你 让你越来越顺利 所以弟兄姐妹我就建议你 那你怎么样维持 保持这样子的心态 继续的活在神面前 第一个弟兄姐妹 其实很简单 你只要跟随教会 那一年三年 你就会脱胎换骨 那所以我建议你 每一天保持你的灵修生活 那你包括了两个东西 一个就是读基马上 感谢主 现在140个人 每一天都读四章圣经 哇 弟兄姐妹 这太美好了 是不是 我也期待 如果你不在这140个人当中 你一定要加进去 你一定要加进去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不要觉得 我读四章圣经会怎样 这四章的圣经 就代表了一件事情 我是在寻求神人 弟兄姐妹 你要知道 你读圣经 你才能够知道神的法则 我觉得这个赏罗 最大的问题 就是他不认识神 不认识神 所以他就想说 这个 沙姆尔没有来 那我就 赶快来献祭 沙姆尔献祭 跟我献祭有什么不一样呢 反正都是献祭 就是 羊也杀了 这个牛也杀了 就是献祭吗 献祭干嘛 要在乎 一定要沙姆尔才可以献呢 他完全不认识 侍奉神的法则 然后他 上个礼拜 我们看见 他就把牛羊留下来 好的牛羊留下来 这是为了献祭 而且百姓 他把罪人推给百姓 这是他们要的 他们要的 可是上帝是对你说的 你要把亚马利人整个要毁灭 要完全的毁灭 但是弟兄姐妹 我们看见 他不认为这个有什么关系 留下好的牛羊 杀了不就可惜了吗 这么好的东西 为什么要把它烧掉 弟兄姐妹 是的 就是这样子 为什么 因为他不知道 他以为我做的事情 也是在服侍神 弟兄姐妹 我们都搞错了 这个圣经这么清楚的告诉我们 说 亲命是圣于献祭 顺从 圣于公养的自由 你知道 神拜偶像 我们知道的都不对 是不是 可是完梗的罪 和拜虚神的罪 是一样的 是相当的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怎么能够知道 原来这是这么严重的事情 我们如果 嫂如知道这么严重 我相信 嫂如就会改变 所以弟兄姐妹 不断的读圣经 让我们保持 我们跟神中间 跟上帝的心思意念 是对齐的 圣经说 不要停止聚会 所以你就不要停止聚会 不要 因为有一点点事情 有什么事情 什么事情 都摆在神聚会的前面 那结果是什么呢 我们就会看见 我们就没有把 神的话 神摆在你的面前 那弟兄姐妹 教会所预备的 淫秽培育系统 你一定要赶快去进入 然后去经过这个培育的系统 使你的生命不断不断的成长成熟 你可以成为一个可以侍奉神的人 可以完成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命题 上帝祝福你美好的事 就在当你的心思转向神的时候 弟兄姐妹 你的路是什么呢 是义人的路 你的路是什么呢 就是越照越明 时到日神与你同在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感谢你 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 主啊 每一天活在你面前 主啊 感谢你 谢谢你 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 让我们得以知道 主啊 我们可以一直的活在上帝你的面前 主啊 我们不是走扫罗的路 我们是走大卫的路 主啊 就是走耶稣基督的路 主啊 感谢你 感谢你祝福弟兄姐妹 主啊 主啊 无论他们在什么地方 你都一一的与他们同在 主啊 保守我们 救我们脱离一切的凶恶 和试探 让我们一生活在 主你心圣的道路里面 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